哈喽,澳洲的夏天就快来了 让我们一起抓住春天的小尾巴 画一个适合春天的妆吧 当天我的皮肤非常的疲惫 有很重的黑眼圈 以及之前上火长痘留下的痘印 所以我用雅样喷雾喷一喷 让自己的皮肤赶紧醒过来 将这款妆前乳 点涂在毛孔粗大的地方 能对毛孔进行很好的修饰以及遮盖 这是我近期最爱用的粉底霜 质地轻薄,不会制豆 虽然遮瑕力度比较低 但是能够很好的均匀以及提亮我的肤色 将遮瑕膏调和成比自己肤色深一号的颜色 对黑眼圈以及痘印进行初步的遮盖 再用最浅的颜色 对它们进行提亮 这款散粉在海外的肤色深一号的颜色 在盒子里看起来就像面粉一样白 而且还带有珠光 但是上脸的话是完全透明的 珠光也不见了 给皮肤一种很健康的光泽 这个盘子的每一个颜色都非常的显色 所以下手的时候一定要清 腮红是非常少女的颜色 很符合今天的主题 腮红之后我会再上一层散粉 让腮红显得更加自然 高光我会涂在T区 苹果肌上方 眉骨 以及唇峰的位置 让这些部位显得更加突出以及饱满 这一次我还是非常不死心的用了修容 发现原来这个修容真的不太适合我 眼影我选择了这一款 很容易让人看起来是被家暴了的颜色 先用最浅的颜色做整个眼皮的打底 将中间色涂在眼尾 以及下眼瞼后段 用刷子轻轻的晕染 加深眼窝 将最深的颜色涂在比中间色更小的范围内 使用这盘眼影我的经验是 一定要将颜色涂得饱和 让别人看出来你是化了妆 而不是被打了 用一只干净的刷子将刚才的颜色进行融合 让它们看起来过度自然 最后用手指占取香槟金色 点涂在眼皮中央 眼头以及下眼瞼前端的位置 这是我觉得比KissMe更好用的一款眼线笔 在除了夏天以外的季节里 完全不会晕 用纸巾擦掉刷头上多余的睫毛膏 防止苍蝇腿 我暂时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睫毛夹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夹睫毛 对于不追求眉毛细节的人来说 这款眉笔真的是便宜又大玩 这款唇膏是可爱的蜜桃色 上嘴之后少女感十足 最后整理一下发型 整个妆容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